人數不光 嫌夜繃紛不夠 李家超要日夜都繃紛 政府無錢 民資民高成目標 危做特首 找都尋找找好些的啦 元朗前區議員林俊被捕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月10號星期三 我是榮恩 報導真相真邊時弊需要勇氣 更加需要你們的大力支持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like、share、多點留言 和按一下Super Thanks幫助我們一起撐下去 每天解決一個問題的特首由休生搞作 宣布本月至5月 全港18區都將推出 《日夜都繽紛》系列活動以振興經濟 不過只得《日夜繽紛》點得 應該推出年終無休的每天24小時繽紛 禁鮮舊力振興香港經濟 特首李家超9號出席行政會議前見記者 他宣布為了帶動地區經濟 由本月至5月 全港18區將會舉辦一連串活動 以《日夜都繽紛》為主題 展現地區特色 弘揚傳統文化 帶動節日氣氛 他介紹說 隨著新一屆區議會立新 各區議會將成立專責工作小組協助推展有關項目 推出各式試集 加連話等不同主題的活動 呈現多元的地區特色和文化 同時也會引入全新元素 例如深水埗區的活動 會以數碼產品 激光劍等新興運動 及Cosplay為重點 九龍城區會在4月響應泰國潑水節 提供太式美食、歌舞、泰拳比賽等文化體驗 大埔區則會推出許願夜市 提供發光寶蝶供市民許願 活動會邀請雙湖及食肆提供折扣或優惠 以及吸引市民消費 李家超寄望各區繼續想出更多新巧、好巧 共同帶動熱鬧氣氛振興地區經濟 做得各具特色百花齊放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特首越來越次集一尊 完全無視經濟發展規律 以為搞運動就可以振興經濟 習近平曾指出 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是共產黨的一個偉大創造 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就是一切由最高領袖親自指揮 親自部署、親自領導 香港的經濟似乎亦在向這一方向轉型 一切由特首指揮、集中力量辦大事 不過將全香港人的錢拿出來消費 都是糖水滾糖魚 要國際資本注入 香港才能恢復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這些天才特首又怎會了解這麼高深的學問 有網民計過一條數 指李家超延時每月薪酬為45.22萬元 每年收入為542.62萬元 以香港240萬納粹人口計算 平均每位納粹人至少要支付2.26元年費 來供養特首 這位特首見樹就不多 猴子戲就天天都有得看 有網民回應說 原來我被人強制訂閱定期看西裝馬戲團表演計劃 其實什麼政策計劃 只要李家超幼粉 必然會變為業餘、不專業同似馬戲團 還有留言感嘆 股、樓、NPF街選手 誰猜響減免又不和減免 消費券又無 連倒垃圾都要給徵費 香港不荒不繽紛 港府財政年年赤字 德勤估計2023年4年度 政府赤字或高達1,316億元 財政儲備預計由2023年3月底 8,348億元 降至2024年3月底的7,032億元 政府沒錢向市民開刀就是意料之中了 但是如何開刀成為近日坊間關注的重點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 將於明年2月28日發表 昨夜陳茂波在司長徐筆中表示 適當開源增加政府收入是必須的 開源的考量需要兼顧實際發展階段的狀況 例如保持香港的競爭力 吸引企業及投資 同時保持營商信心 不影響本地經濟復甦的力度 以及維持香港簡單低稅制的優勢 和考慮市民的負擔 陳茂波特別提及 有一些公共服務的收費長期未有調整 一些在用者自負原則下提供的服務 收入遠遠未及收回成本等 也許是時間作出檢視 對此坊間推測政府或取消綜援商量 取消稅務寬減 對公屋胡加租 此外市民體急症 圍來泊車、車牌續期 康民處租場、保辦遺失身份證 護照續期等的相關收費都會增加 可能未來摸白車都要避錢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王俊錫 還建議港府對遲交報稅表、遲還圖書等增加罰款 至於離境稅則存在爭議 8日自由黨正式向陳茂波提交意見 包括開晶緊針對香港居民的海陸空離境稅 黨魁將與人形容 你去非洲都要給離境稅 但他不支持向旅客收取離境稅 9日多位立法會議員組成的G19 與陳茂波回眠後 表示不支持離境稅 立法會議員陳偉傳說 一旦徵收離境稅 擔心更多市民會報復式去內地購物、消費 從而將離境稅賺回來 他建議增加私家車首次登記稅 鼓勵大家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另外米標收費都可增加 現在1小時8元十分便宜 最多市民關注的是 政府會否增加資產增值稅 擔心埋了層樓收益的20%要常繳政府 不過參考英國 法例規定5,000平方米以下 不涉及商業用途的自住物業 是無需繳納任何資產增值稅的 至於非物業資產 英國法例要求 價值超過6,000英鎊的個人財物 不包括車輛 出售後的獲益金額 都要繳納一筆資產增值稅 資產增值稅的面稅額為1.23萬英鎊 稅率則取缺於個人入息稅階 有分析指 除了資產增值稅 港府還會考慮徵收股息或利息的 預購稅、遺產稅等 不過未免打草驚蛇 港府未必大都闊苦地加稅 很大可能會逐步增加稅項 這些在新一個財政年度就會見分曉 政府今天表示 網上有一段以人工智慧危造的影片 假務行政長官李家超 向市民推介一項高回報的投資計劃 政府澄清指有關影片傳屬危造 全心詐騙 告解市民切密相信 事件已轉交警方跟進調查 對此有網民開玩笑表示 其實很容易分得出 只要條片裡面 他講話清晰有條理 咬字正確 就一定是假東西 找都找個好些的啦 騙徒倒自己咪都有的 真失敗 還有網民認為 偽造特首不需要人工智慧 只需要人工低能 也有網民質疑 不是說生命制很強嗎 現在簡直是笑話 元朗前區議員林俊1月9日早上被捕 他被指串謀行騙及欺詐 林俊曾經是天水連線成員 2019年當選元朗區議員 2021年7月 在區議員辭職潮時辭職 2個月後創立同行搬屋 去年7月 《文匯報》刊登所為的調查報導 點名指林俊及同行搬屋 利用黑暴的餘溫光環吸金 更通過招募黑暴 釋囚暗中儲備實力 指他們一方面招聘用務手足 另一方面以普通公司面目 申請政府資助 消息引發網民熱議 有網民表示 那他是香港人有交稅、開公司 申請政府資助有什麼問題呢? 難道政府資助是整給民建聯貪的? 人家商業運作 請人和借貸都是平常不過的事 有什麼不妥? 仍有網民質疑 請教不是說過即使凡過時坐完牢的人 出到來都可以重投社會 希望社會人士能夠接納包容他們 不是嗎? 現在人家打開門做正當生意 但一份報章就無的放置抹黑人家 簡直不知所謂 前屯門區議會屯門鄉郊選區區議員 張錦雄就表示 我想說香港還有數以萬計所謂黑暴 特需政府花了過百億在國安費裡 是否要拉光他們逐個起訴? 被你成功拉光告他們 他們全部錯了監又如何呢? 甚至那些黃店被你們搞到全部撿了盒又如何呢? 最多是齊齊攬炒 多開心呀 人生在世可以見證大時代 反正走不到局住留在這裡 無人無錢無物 反正場外和場內 香港和大陸都沒什麼分別的啦 好啦,今天的香港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明天見 字幕開啟稟 太誇張了 大學爺 非常詳盡 非常詳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